國際賽就是這樣 感覺全台灣都一條心 然後去面對外國的球隊 相信這次一定也可以 短期的目標就是 希望帶領著球迷一起去日本 我期許我們選手在這段期間裡面 都可以全力以赴地去為自己準備 在這個賽事裡面 每個選手都可以表現出他的能力 組合上是每一隊都必須要搶下勝利 才有資格進到副賽 所以不會去針對哪一隊 對我們是比較有威脅的 是希望我們面對每一隊 我們都會打出我們的勝利的戰役 蠻意外的啦 就是很開心可以有機會參與這個 棒球最高的賽事 就是去年這一年 一些都轉變得蠻快的 讓自己努力也有一些回饋那種感覺 所以真的蠻開心 有機會參加這一次的集訓 所以自己其實也有蠻強烈的意願 想要進到政選名單去打這個比賽 蠻替他開心的嘛 因為前年他還跟我講說 明年我要做一些對自己有突破的地方 那去年可以看到他說 有比較不一樣的 對打者的思考也好 然後對球場上的應對也都蠻承受的 我相信就是受到交易團跟聯盟的青睞 所以才會選擇讓我當這次中華隊的隊長 國際賽就是這樣 感覺全台灣都一條心 然後去面對外國的球隊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一定也可以 短期的目標就是 希望帶領著球迷一起去日本 moon 1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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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